台中市首创新移民图书馆 收集了三百多本 印尼 泰国 柬埔寨和越南文的图书 内容多元化 那么除了工具书之外 小说 故事书 就连漫画也都能找到 从印尼嫁到台湾十多年的一位新移民表示 能够在台湾看到自己家乡的书籍 非常高兴 台中市首创的新移民图书馆 收集印尼 泰国 越南文三百多本图书 内容包括烘焙的工具书 小说 故事 甚至还有漫画 种类非常多 因为我们只是想吸引它来 所以吸引它来 就叫多元化的读物 从印尼嫁到台湾十多年的吕燕春 已经能阅读中文 但是能在图书馆看到自己家乡的文字 特别开心 对 太高兴了 你看自己的印尼文 当然看得很快 所有里面的内容我们就看得懂 如果像看中文 真的中文也不是百分之百什么都看不懂 这间新移民图书馆 还计划用行动车送书到各个社区 也可以借由这些书籍 让小朋友更认识自己的家乡 他可以阅读他自己本国的语言 然后也可以教教他的孩子 讲讲他自己国家的语言 比如说简单的越南儿歌 所以让孩子了解他妈妈自己的文化背景 二 一 请开卷 由台中市长举行开卷仪式 来自泰国 越南 印尼等多国新著名朋友 穿上自己国家的传统服饰 一同参与 图书馆的正式启用 为新移民提供一个新的亲子阅读空间 新唐人也在电视 是秋天喜张元亭 台湾台中采访报道